這一台的話是2015年的 我為什麼要拿我的錢 去買你喜歡的東西 大家都會說 你花這個錢 你幹嘛不要去買TOYOTA 幹嘛不要去買什麼 幹嘛不要去買新車 這個錢是我的啊 我喜歡這台車給我的感覺 那為什麼我要去聽你的話 又不是你幫我出錢 歡迎來到巨匠汽車 這是小雨 這是小師妹 我們今天是一個 工作夥伴風 有點自服的感覺 絕對沒有 四九 絕對沒有 對不起我的家庭 沒有啦 這是剛好是一個默契 小師妹來台灣應該也 半年了嗎 還一年 一年了 那有耳聞就是 加油加300的故事嗎 耳聞說它全帶 有 有有有 就是這台車 沒有錯 員工聽到賓士車駕駛 要酒吧加買 但事後駕駛卻堅稱 自己說的是酒吧加300 它是外匯車 它不是總代理的 對 然後相對於總代理的車價 還比較優惠一點點 對 然後配備又相對多 在一些比較年輕有為的 年輕人們 他們就覺得說 是可以入手的一台車 要有排面有排面 要配備有配備 再也沒出去又舒服 坐起來又舒服 這一台的話 它是2015年的 然後它的基本配備就是 我們常講的 柏林之音 然後雙前電動椅 跟電熱 然後AMG套件 這是必須的 如果沒有AMG 他們看不上 AMG套件有什麼 主要就是它的外觀包圍嘛 像比較明顯的是下面這一個 對 然後再來就是 這一個精氣罩 如果說不是AMG版的話 它這一個位置會比較不一樣一點點 外觀的部分是可以做更動的 比較不能變動的 我帶大家去看一下 比較不能夠變動的 就是內裝的部分 第一個是它的平靶方向盤 再來就是貼內裝 我之前有問過我自己的車 因為我的是米色 我想要改黑的 然後全部這樣換起來 大概七八千塊 貴喔 對 沒必要 真的沒必要 就還是這樣開好了 他們裡面的這一個 飾板它有分 鋼琴烤漆的 跟 我一直很疑惑 那叫黑塵木還是黑枕木 黑塵木 可是我比較喜歡這種木紋的 因為它不會老氣 因為如果說你這邊 不是木紋的話 就鋼琴烤漆 它裡面就一直鋼琴烤漆 鋼琴烤漆會很容易沾紙紋 對 沒錯 來 簡單的 G300它有一個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要點 一定要有柏林之音 但柏林之音不是看這裡 來 給大家看一下 我剛剛一上廁所我還以為是那個 它那個可以貼 可以用騙的 騙的喔 詳情請看 夜色套件事件 主要是這一個啊 你後面要有一個一來一小 當然我們再更仔細的話 我們會直接開它車子 裡面的一個等化器調整 我個人很喜歡它的椅子 坐起來我覺得還滿舒服 而且椅子很大漲 那我們待會兒要不要坐一下 體驗看看 不要亂頓點 你還亂斷點 是坐 對 會害死人 你今天現在已經快要說不清了 不想出門沒關係 巨江汽車 鑽人道服務車 你剛剛說這座椅很好坐對不對 駕駛座這邊 我覺得很可以 主要是它這邊的調整 就要推脫家常 我沒有耶 嗯 什麼身份檔位 哈哈哈哈 跟我用一樣的配備 駕駛座這邊是山主的記憶座椅 頭震也是電動調整 椅背 然後推脫 腰靠在下面 因為它沒有把它整合在上面這邊 這個椅子已經放不下了 然後這邊 你給它按下去 好 那是騙熱椅 雖然現在是天氣轉的涼了 但是也不太能夠用這樣 然後我們剛才有提到柏林之音有沒有 你會看到一個音場 對 好 要有這一個 有這一個才是真的有柏林之音 然後它這邊有做一個很像滑鼠 會咻的 可是你覺得好用嗎 你不會覺得就是你還要旋轉這樣子會卡卡 它這個是除了旋轉之外 它這個也都可以這樣直接動 喔 對 看你怎麼用 賓室的調性通常都是比較柔和一點的 它不會像別人大比這麼衝 然後變速箱又沒有VH這麼聰明 它就是一個開排面跟舒適為主的車型這樣子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要開上來呢 因為這台車大家都會講說 它有一個比較顯著的通病 喔 我知道 炸缸 所以你要在這邊 炸一次給大家看 沒有啦 沒有啦 因為它主要是因為 剩油 你看我現在時速80 檔位在五檔 轉速大概在1900 2000這個區間 汽油車它的風值扭力大概在2600 3000左右 如果說你更高速巡航的話 大概開100它可能也是大概維持這樣子的轉速 你看它跳6檔 然後又降到1500 1600 這樣你瞬間要超車有沒有 開C300 你要超車你不可以直接大叫油門 為什麼 因為會炸缸主要原因就是來自於這邊 它的裡面的壓力落差比較大 所以你要跟著它的節奏 就順順來的感覺 對 就變成是我現在要超車 因為它每一台都有配撥片 那我要超車其實就是 我這樣擋 我這樣出去就好了 你這樣就可以很有效的去預防 裡面壓差過大的狀態 這樣就解決掉那個炸缸問題了 應該說是算是預防 對 避免預防這樣子 除了用撥片的話 你還有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我們的駕駛模式選擇 可以選擇Sport模式 Sport模式 不用看到Sport模式 我用Sport就好了 它一樣就是會 檔位會延遲 如果說你還是不太習慣用手去做動 那OK 我們就是切S檔 就平凡一點跑加油站吧 300塊多準備一些 在拍這台車之前 有稍微去看了一下 大家的風品這樣子 T300算是一台好車 對 只是它被封為家酒車 省車 才會變成市場不太好嗎 其實它市場很好 因為台灣的家酒人數蠻多的 可是就是 大家買了以後就會覺得 你開這台車 可是我這幾天看文章 我看到一個我覺得 我還蠻喜歡的一句話就是 我為什麼要拿我的錢 去買你喜歡的東西 大家都會說 你花這個錢 你幹嘛不要去買Toyota 幹嘛不要去買什麼 幹嘛不要去買新車 這個錢是我的啊 我喜歡這台車給我的感覺 那為什麼我要去聽的話 又不是你幫我出錢 剛剛其實我們這樣試駕一段時間 我還是不太明白 外匯車是怎麼出現的 應該是說 從以前就有 因為總代理它不會進所有的車型 對 他們會去評估嘛 就是像現在總代理 他們會去把C300拉回來賣 就是因為外匯車廠 賣了太多台C300了 那如果說 這台車市場熱度沒那麼高 它沒有必要再多一個成分 去做脂肪 進個200台 結果賣了兩年 還買不掉 然後幹嘛還要進 那外匯車跟總代理的車有差嗎 人家是說你 回原廠人家不理你啊 那如果想要解決問題怎麼辦 外廠啊 因為你外匯車要划算 除非說你是買到那種 很新像保時捷那一種 可是保時捷它的 原廠的配套措施做得很足 它是全球三年保供 假如說買一台2022年的保時捷 那在台灣的原廠 還是享有保供 對 可是像這種就沒辦法 可是大家買這車就是要便宜 要有價差嘛 所以它不可能買到太新的 那這裡有一個 因為現在下雨 我剛才就做了這一個動作 因為太習慣雨刷在這邊 會有人問說 你知道在開車中不小心去撥倒 它其實不會有任何影響 因為現在低檔嘛 它不會有作動 哦 對 因為它這個是防曬裝置 你的時速高於多少以上 它就不會讓你去有反應這樣子 它所有東西都整合在這裡 就是雨刷方向凳 可是賓士爺也是很聰明啊 這邊坐得很空 有沒有 方便副駕駛 方便副駕駛 阿滴 不要亂講啦 你就是亂講 你要小心那時候無聊 你要交什麼 比較挺酷去的 就是拿東西 可以用安全架子 拿東西 拿東西 拿東西就放在那裡 我衛生紙都會放這邊啊 有時候我老婆要過來拿 我再開車不方便 壞孩子 對 然後它抬頭顯示的話 它一樣有這邊 它有台灣的土質 所以其實使用起來蠻方便的 海險的資訊也還蠻爽 對 這個如果說你用Google導航就方便了 因為它會告訴你 現在行駛的方向是什麼方向 每次Google在那邊勤往北方 大家知道北在哪裡啊 要拿那個什麼 螺盤 對 螺盤 之前VOVO的車上面 這邊有一個電子螺盤 真的假的啊 真的真的真的 可是它不是那個轉的啦 然後可是有一個缺點 它這邊坐得很大 假設像我剛才從停車廂出來嘛 我要右轉 我基本上那邊是完全看不到任何東西 是喔 像後座啊 我發現它的那個 就是有往內收的感覺 阿滴會覺得很壓迫 車型的關係嘛 因為阿滴其實 你177 它頭頂會稍微一點點碰到 這種車誰在跟你載人啊 副駕駛有人就好了 誰管你後座舒不舒服 還要性別正確這樣 沒有錯啊 那我們等一下要先去吃個飯 現在算說大中午了 秋田起秋了 要吃什麼 高雄在地美食 高雄在地美食 對 在地上吃的美食 我冷笑話啦 哈哈哈哈 阿滴不行喔 我們現在在那個大同路這裡 我們吃68年在地 對 阿滴介紹 對 喔 我想要問一個網友 覺得C200和C300有點太像 你可以講一下這兩個差別什麼嗎 欸 什麼差別 沒有啦 看一下 外型其實都差不多 配備的話就是 C300它可以選擇的東西比較多 有一些外匯它在2015年 2016年它就可以選到23匹 有更扯的 就是可供選擇配備比較多 然後其實最最最主要真的還是價格啦 因為茶梅它幾萬塊 你後續要去加裝柏林 外面至少要帶兩三萬塊 然後其他懸吊一組 二手也要快十萬 可是如果說原本就有 那涵蓋在車架裡面 其實我覺得這都蠻划算的 一樣你喜歡就好 那如果買C300 是不是還要考慮到 還有榨缸問題 所以就一堆維修費啊 就像你開VAG啊 大家會講說變速箱 當然它在穩定的階段 以及說該用什麼方式開 這你自己在挑選這台車的時候 其實都會先做個功課 那我們也會去告訴你 車輛如何去做使用 曾經的八九神車可能現在也還是 對我們的影片來晚了 只是我會覺得啦 當然每一台車它的定位 或者是被使用者影響到 但不要忘了 你用你的錢買你喜歡的東西 不要管別人說什麼 才你假設你的另一半 你現在還沒有嘛 那假設你的另一半 是買C-Class 你會覺得 因為你現在已經有這方面的 涉獵了 概念 會覺得不舒服嗎 其實我覺得有車 坐了就好了啊 對 她是一個很樸實的女孩子 她每天上班都騎U-bike 她的限時動態也 空王被抓到人家拍她騎U-bike 那如果是你們呢 今天假設你喜歡的車款 是大家比較有爭議的 你會排除綜藝去買一台 你喜歡的車子 或者是順從大家的意見呢 歡迎下方留言分享 如果有喜歡我們的朋友 記得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想知道你車子價格 也可以在我們官方LINE 然後第一資訊呢 都可以通過我們的IG 和FB粉絲專頁獲得喔 OK 掰掰